好,你说吧 我跟你讲啊 你这个人上辈子是个男人 对 他也知道 你的性格跟男人一模一样 对 你的婚姻有麻烦 对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的命根当中有两次婚姻 你特别要 特别要当心 我想问你 你在结婚之前有没有 谈过一个恋爱超过一年以上的 有 那就化掉一个了 那么现在这是第二个是吧 现在还没有 现在还没有 没有啊 对 那赶快找 不着急 不着急 你现在最主要的问题 我看你的是右肾 右边这个腰啊 腰后面有点问题 还有你的心脏 心脏有经常胸闷气急 对 你的人很好 你一辈子都是帮别人的 人家很少会帮你 对 那怎么办师傅 那怎么办念经啊 你帮了人家之后 然后念经 念了之后人家就来帮你了呀 听得懂吗 听得懂 脾气不要太坏 明白了吗 你太坏的话我告诉你 结婚都结不了啊 因为你很厉害 你要找个男的 他只能唯唯诺诺诺的 对 这种人也有的 这个也对啊 对 猜到你说的没错 你还要看什么 我要看我的业障比例和图屯颜色 业障比例是吧 对 你业障比例是28 明白了吗 明白 那你这个人孝顺还是蛮孝顺的 孝顺父母亲还是蛮孝顺的 就是脾气倔 还自己伤自己 我刚 我现在看你的图腾 你在年轻的时候 有一段时间非常想不开 有过一点点忧郁症 对 古早 明白了吗 明白 其他的呢没什么大问题 要注意 就是脚的关节 以后会慢慢的不行 关节不是太好 明白吗 明白 其他没什么 其他的唯一的就是 你现在没男朋友带过来吗 没有 没有我告诉你 要当心 你以后不能太强 你这个命有点客人家的 客人的 My God 我把你讲出来 知道了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所以对人家要好一点 跟只要谈上男朋友 你就不停地给他念姐节奏 好 好吧 好 你人挺好的 很善良 很愿意帮助别人 感恩 这是真的 就是要当心一点 好吧 好的 身体要当心 还有晚上要泡脚 好的 你的肾脏也不好 肾脏 好了 对 还有什么问题 是我图腾颜色 属什么 属龙 白龙 白龙 飞不上去 一直在当中飞 而且他头呢 一直翘着 尾巴们往下坠 这种龙是属于什么呢 比较高傲 你别看你就这样子 你还挺骄傲的 是 是不是啦 对 你还看不起别人的 以前是这样 现在我学佛了 我学心理访问不这样 我改了 好 好 不能太骄傲 那种吗 我一定敢 是吗 请问路太 我需要没有灵性 需要多少张小房子 你家里有灵性 你住的家里有灵性 你进门的家里的右手边 右手边 进门第二个门 这里有一个像储床室一样 空的 这个地方 你会经常听到 晚上有声音响的 听得懂吗 听得懂 这里有个灵性 你要回家念 二十七张小房子 好 好吧 你想不想看看他是谁吗 不想看了 你要看我 叫他晚上到你梦里来 看看你 不用啊 谢谢 好吧 他别来了 您来吧 你看台长的 弟子都这样 还有什么问题 我问一个 就是我度的一个癌症病人 帮他问一下 他是53年属蛇的 他的胃已经切除了 看到了 他能念多少张小房子 他要念很多 他至少要念230张 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我告诉你 他的胃啊 本来已经是腐烂型的 而且胃下垂 医生本来可以切一点点 但是呢 发现他整个烂了很多 就把他全部切掉三分之一 对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要叫他 现在开始吃全素了 吃全素 如果他再吃荤的 他过去吃的肉啊 虾呀 接在肠子上 下不去 不消化 晚上又不运作 不运动 然后呢 一直接在肠子上 接在肠子上 时间长了 接肠 接肠嘛 接肠之后 他出不去 他就腐烂 肉在里面腐烂之后呢 就跟自己的肉 就接在一起 所以叫肠癌嘛 接肠癌嘛 就这样的 所以很多人不知道 你们知道 过去开刀 不是要缝线吗 现在不是用羊肠线吗 羊肠线 把你缝起来之后 它跟肉长在一起的 时间长了呢 这个肉和这个肉长在一起 你吃下去的东西 几天便秘之后 它就接在你的肠子上 它就跟你的肠子长在一起 腐烂你的肠胃 所以他开刀的时候 要把你肠子割掉一大段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所以你要跟他讲 一定要吃全素 吃全素 要他干净 干净 叫他好好修行念经 好好修行念经 我刚刚看他的图腾 我只能说一点 这个孩子特别执着 想不通 对 走啊 看见吗 嗯 好了 感恩 轮音台长 谢谢 好 好好念经啊 好 一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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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